1528年 一群cosplay成文明代表 上帝使者的西班牙海盗 来到了印加帝国冰酒 他们花了几年时间观察这个陌生的美洲国度 发现这里遍地种植着一种欧洲没有的作物 海盗的眼里只有白银与黄金 这种陌生的作物长在地下 看起来像石头 他们完全没有兴趣 他们用奴役与吉兵 从印第安人手上换回了十万吨白银 相当于当时全欧洲白银储备的两倍 但西班牙人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 这种如石头一般被他们看不起的印第安作物 背后所蕴含的巨大价值 远远不是什么金矿银矿所能比拟 它将完全改写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历史发展 为每周外的人类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主食与工业原料 土豆或者说马铃薯 这是一个被欧洲人拒绝 甚至抵制了两三个世纪 但最后不得不跪下来唱赞歌的神奇作物 就连习惯于古物粮食的我们 也在2015年宣布了马铃薯注入粮化战略 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 那个站在薯条与薯片背后的伟大作物 土豆在中国有多少种叫法 或许只取代于中国有多少种方言 你的家乡玩土豆叫什么 在撰写本期文稿前 我习惯性的去织网搜索有关土豆的资料 翻了整整十几页 整整十几页 搜出来的东西不是某天国的视频网站 就是那位恐怖如斯的网门作家 沉默片刻我才恍然大悟 我应该管他叫马铃薯来着 马铃薯传入中国的时间 和之前我聊过的玉米一样 都是在明朝中期 然后迅速成为了农民们 灾年背后的宝贵粮食 著名的学术著作 《明朝市民生活指南》 《金平梅》第74回就介绍过 土豆泡茶这是当时的潮流 边念经边喝 别嫌这茶听着鬼畜 再往前翻两回 还能看见西门大官人喝了一杯 浓浓艳艳芝麻眼笋丽丝瓜人 核桃人夹春不老海青 拿天鹅木稀玫瑰坡鲁鹿鹿蛰雀 马铃薯起源于何处 一度是生物学的热门话题 好在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 通过DNA溯源 现在可以确定 我们吃的土豆 起源于智利与波利维亚交界的 安地斯山脉 海拔3800米的迪迪喀咖喉湖 大约7000多年前 一群印第安人来到这里 因为海拔与气候 这里没有可以狩猎的动物 地面上也种不出玉米 于是他们刨开土地 找到了土豆 很快 土豆就随着印第安人的足迹 遍布了整个南美洲 公元500年前 迪迪喀喀湖附近的印第安国家 还发明了台田技术 将每公顷的土豆产量 提高到了10吨左右 大大促进了印第安人口增长 从西班牙人记录 与出土标本来看 印第安人还掌握了 土豆长期储存技术 他们会选择一个晴朗的冬天 将土豆藏进雪地 用芦苇草覆盖 以防太阳直射 等个五天五夜 土豆就会因为湿温而缩水变脆 缩水的土豆 有一部分会被重新泡水 泡上两个月 排出内部毒素 然后变成一种白色的东西 被称为粗陋 另一部分会放在太阳下暴晒后 被妇女们用脚踩踏进行排水 当然根据可靠记载 这些妇女踩踏前会洗脚 踩踏时也不抽烟 被踩踏的土豆晒干 就变成一种黑色的东西 印第安人管它叫吞塔 西班牙人将土豆带到了欧洲 而欧洲人对土豆的态度 遵循的是非常典型的王静泽法则 我就是死 就是从这里跳下去 也不会吃这丑不垃圾 挡在地下一切开就发黑了印第安石头 嗯 真行 当然 如果你直接去问500年前的欧洲人 为啥鄙视土豆 他们可能会给你一个更简洁明了的回答 这个东西真可怕 圣经里面都没它 竟然张在地底下 只有撒旦会吃它 当时欧洲甚至还有炼金术士研究土豆 希望从中汲取撒旦之地 研制长生或者催禽药 1564年 有个叫克鲁苏斯的维也纳植物学家 听说西班牙人发现一种新作物 于是兴冲冲地跑去西班牙参观 但他去的早了几个月 第一批旅欧土豆 到达西班牙的时间是1565年 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 发现这围要虽然长得丑 但花开得挺好看 闻了闻还挺香 于是就把土豆种在御花园里 当作纯粹的观赏植物 费利佩二世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 统一欧洲的天主教大帝国 出于嗜好 他还送了些土豆给教皇庇佑四世 土豆这种长在地下的邪恶的魔鬼作物 开始在梵蒂冈生长 1583年 一位红衣大主教前往比利时 他的一个随从送给门斯市市长几个土豆快筋 市长好奇地将这些快筋种下 没想到真的种出了新土豆 他觉得非常有趣 于是从自己种出来的土豆里 又切出几个快筋 送给了一个朋友 这就是20年前跑去西班牙 没见着土豆的那个倒霉植物学家 此后克鲁苏斯围绕土豆 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 对土豆品种改良 与土豆在欧洲的普及 做出了不小贡献 同时间土豆已经在欧洲小范围流传 但要么是被有钱人养在园子里当成花 要么被穷人拿去喂猪 不会有人把土豆当成一种能给人吃的东西 除非真的要饿死了 而在当时的欧洲 因为战争与小麦减产 这样的饥饿并不少见 1574年 荷兰人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战争如火如荼 荷兰奇域军在莱顿 被西班牙军队围困了三个月 吃的城里连活老鼠都看不见一只 结尾后 城里的荷兰人冲出城门 到处找食物 然后在地底挖出了野土豆 他们将土豆 胡萝卜和洋葱人到一起乱炖 就创造出了今天的荷兰国菜 每年国庆 荷兰人都吃它 法国一度是欧洲最抵制土豆的国家 法国政府曾下令禁止种植土豆 他们认为 土豆会导致麻疯病 1761年 法国农业协会负责人 因为积极推广土豆 被抓了起来 他当众表演吃土豆 但还是改变不了 法国人对土豆的恐惧 1765年 法国科学院出版最新版本的 大百科全书 写着 土豆一种粗糙的食物 只供下等人食用 有些地方拿来喂牲口 1756年 英法之间爆发七年战争 一个叫帕门杰的法国随军医生 被英国盟友普鲁士军队俘虏 作为战俘 他只能吃猪食 也就是土豆 战争结束后 帕门杰回到家乡 左想右想 觉得土豆可真是个好东西 单纯喂猪 太浪费了 更何况在法国 按照政府禁令 土豆连喂猪都不行 他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土豆 还写论文论证 土豆是最好的面粉替代品 能当想卖吃 在他的努力下 1772年 巴黎医学院 公布了一项重大科研成果 土豆可以吃 土豆种植禁令 随即解除 为了改变土豆传播疾病 这种刻板印象 他还说 佛路易十六及其皇后出门前 在纽扣上别一朵土豆花 接下来的一个世纪 在饥荒与人口增长的双重刺激下 法国土豆种植面积 从4500公顷 一路增加到了150万公顷 成为了欧洲最大的土豆种植国之一 桀骜不驯的法国人民 迅速跪倒在了土豆面前 帕门杰看中土豆 是因为他当战俘 吃猪食的经历 但普鲁士开始推广土豆 比法国更早 斐特利二世非常重视农业 说过农业是所有艺术之本 真正的财富是地球产出的 他执政之时 普鲁士还没从30年战争中缓过来 黑死病和各种天灾 此起彼伏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 他在1746年就下令强制种植土豆 他还举办了一个土豆试吃会 亲自试吃土豆 效果并不尽人意 在普鲁士 就连农民都不愿意种这种猪食 更别说吃它 于是 斐特利二世直接派出骑兵 监督农民种土豆 不肯种 那就割鼻子或者割耳朵 而选一 尽管普鲁士真正开始大面积种植土豆 要到18世纪后期 但现在的德国人依然感谢 他会推广土豆做出的努力 他的墓地就在柏林无忧宫 没有墓碑 也没什么装饰 但很多去看望他的人 都会带上几颗土豆 相比之下 瑞典人接受土豆就迅速很多 如果你去欧洲哥德堡旅行 会发现市中心 矗立着一座青铜雕像 是一个大兄弟 吐着个手杖在沉思 他思考的内容 或许是 土豆到底怎么做 比较好吃 因为这个老哥 名叫约纳斯 瑞典人称 吃豆人 约纳斯是一个白手起家的纺织品商人 年轻时 曾拐走老板的女儿私奔跑路 在当地留下了很多传说 第724年前后 约纳斯在哥德堡有一座小庄园 然后在里面种了不少土豆 这是第一个在瑞典推广土豆的人 后来被追封为 是瑞典第一个吃土豆的人 但真正让瑞典人 放下对土豆的成见 爱上土豆 要归功于一位女性 1748年 一个名叫爱娃的 24岁瑞典女科学家 发表了一篇论文 主题是 如何用土豆酿造烧酒 这篇论文 将爱娃送进了瑞典皇家科学院 也先开了瑞典 大规模种植土豆的历史 毕竟 作为维京海盗的后代 相比淀粉 酒精才是他们的祖食 西班牙开始的这条土豆 欧洲传播路线 终点站是俄国 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 土豆在传入俄国之初 被当作官赏之物 正在达官显贵家中 18世纪60年代 俄国多地打饥荒 1765年 书明院下令 要在全俄罗斯种土豆 由中央统一向普鲁士 阿尔兰等地购买土豆种子 下发给各省省长 再由省长 亲自监管土豆种植 俄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 非常适合种土豆 但俄国农民 一贯不信任任何来自政府的指令 他们没吃过土豆 在花园里的奢侈品 尤其是凯瑟琳大帝 还要征用农民土地 来规模化种植土豆 这就越发 让俄国农民们 觉得背后有阴谋 文化程度低一点的 就怀疑土豆有毒 大帝这是要毒死他们 抢走他们的土地 文化水平高一点的 就认为女皇 是要骗走他们的土地 让他们当农奴 不管是有文化 还是没文化农民 战斗民族所采用的手段 是不约而通的 叶卡捷林堡 皮尔木 喀山等俄国多地 把林鼠暴动 最终在几代沙皇 长达一个世纪的 强力镇压下 揭竿而起的 农民起义被镇压 土豆也最终在俄国 被成功普及 而在经受战争 与饥饿过后 俄国农民们 也终于接受了 其貌不扬的土豆 吃土豆炖牛肉的 新一代战斗民族 就此诞生 然后他们还很快发现 土豆可比小麦便宜多了 于是 以土豆为原料的福特加 席卷俄国 从英国到奥尔兰 是土豆在欧洲 传播的另一条路线 1590年 土豆被摆在了 伊丽莎白一世的面前 吃惯了黑暗料理的英国人 对土豆的歧视 倒没这么重 听说土豆能吃 他就让御厨 把土豆拿走 做几道菜试试 可英国厨子们 从没见过土豆 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 犹豫了一阵后 直接扔掉了土豆快筋 拿着土豆叶子 和筋杆炒了菜 成功把自己的老板 和老板的客人们 送进了医院 厨子有没有被砍掉脑袋 我不知道 但土豆自此 被当作有毒作物 在英国被禁止食用 不练颠的土豆禁令 没有阻止土豆 在阿尔兰的迅速传播 原因也很简单 阿尔兰人穷怕了 17世纪 英国地区流传着一句俗语 英国最卑微的电农 也比阿尔兰 最富有的农民 吃得好 穿得好 阿尔兰国土 以山区为主 土地贫瘠 气候寒冷 偏偏还常年多余 对小麦极度不友好 因此阿尔兰农民 日子过得相当凄惨 17世纪中后期 随着阿尔兰零月资源的枯竭 很多阿尔兰农民 冬天甚至找不到木材来烧炉子 农民们最后只能抽签决定 今晚拆掉谁家的房子 来当柴火烧 而就在这个时候 土豆来了 光地里一埋就完事 天气有多冷 降雨有多大 都不重要 烹饪也很简单 挖出来 洗干净 扔锅子 拿水煮 就是一顿饱餐 在吃饭问题面前 谁还管什么圣经和撒旦 有了土豆后 阿尔兰人口 从1760年的100万出头 很快暴增到了1801年的520万 阿尔兰人成为了欧洲第一个 以土豆为主食的民族 19世纪 阿尔兰的土地上 几乎只有土豆一种作物 当时那里流传着一句俗语 永远不要拿土豆开玩笑 而历史告诉我们 单一作物在粮食产量中占比太高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1845年 晚疫病开始在阿尔兰土豆中传播 土地里的土豆 大批大批的死亡腐烂 这一年 阿尔兰土豆产量骤降50% 很多农民饿死在田野周围 于是祸乱也随之而来 晚疫病 祸乱 粮食稀缺 是阿尔兰人接下来半个世纪的主基调 50年里 有超过500万阿尔兰人背井离乡 这个数字几乎等同于 现在的阿尔兰总人口 根据统计 这些人中 有130万被迫离乡 从农民变成了北美冒险家 脑洞大开的肯尼迪 肺部透气的里根 还有从不因为上厕所 而耽误工作的拜登都是这批人的后裔 美国史书上 现在将这场移民称为伟大迁徙 但在这场迁徙背后 是饥荒于死亡 毕竟此生若得安稳幸福 谁又愿颠沛流利 而随着这场大迁徙 诞生于南美的土豆 在经历了三个世纪的漂泊后 绕地球一圈降落在了北美的土地上 没错 美国的土豆 美丽娟快餐文化的基石 是从欧洲传播回去的 美国人改进了土豆的品种 以为土豆各种花式做法的研发与推广 做出了贡献 法国人现在还常年和比利时死逼 增强薯条 French Fries的发明权 但地球人根本不在乎这个 他们更关心 麦当劳和肯德基的薯条 谁更好 薯片作为商品流行 也是从美国开始 1932年的时候 一个叫Lay的推销员 买下了一个薯片生产厂 将生产出来的薯片 放在他的汽车后备箱里 到处推销 1944年 他将Lay的薯片注册为了商标 成为了现在的乐视 原味道 必胜 现在全球 每年种出大约3.6亿吨土豆 当初欧洲人看不起的印第安作物 成为了世界第四大粮食 这么多土豆 有超过20% 生长在中国的农田里 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土豆种植国 远超第二名印度 但与此同时 我们依然是一个马铃薯进口道国 背后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我们母产太低 只有18.55吨每公顷 低于21.77吨的世界平均水平 而更重要的是 我们对土豆的加工水平也很低 根据相关数据 土豆被加工成普通淀粉 可以增值一倍 变成薯条与薯片 可以增值5-10倍 加工成其他特殊工业原料 还能增值数十倍 甚至是百倍 2015年 我们启动了马铃薯主粮化战略 在进一步提高马铃薯 种植面积与亩产的情况下 加大马铃薯加工消费的比重 这个数字 现在是9.02% 而目标是30% 美国已经实现了70% 马铃薯加工消费的比例 有专家说 中国没必要此刻耕地红线 农业问题很好解决 大量进口就行 但近几年的贸易战与贸易分锁 生动活泼 清晰明了地展示了 从来就没有什么自由贸易 粮食安全 必须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上 从综合数据来看 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 干玉米和土豆的例子 可以说明 我们虽然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 但在吃好饭这件事上 依然任重道远 最后还是感谢各位观众老 也可以看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众老